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動物保護處公布 新增悠患染狂犬病確診病例 新增的辣馬夏區悠患病例 十月二日中午在路邊的涼亭被發現時 已經非常虛弱 在經由區公所送到動保處時 已經死亡 簡體十月三日送驗 在九日狂犬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證實為悠患狂犬病確診病例 動保處人員已在七八月間到納馬夏區 巡迴注射犬貓狂犬病疫苗 統計資料顯示九成五以上的寵物犬貓均已施打 高雄市議員柯璐嘉表示 部落寵物犬貓如果還沒有施打狂犬病疫苗 四組應儘快前往施打疫苗 動保處表示 由於未滿三月的犬貓無法施打疫苗 恐會有防疫漏洞 所以要呼籲四組幼齡犬貓 要養在有適當防護的環境 繁放遭染病的幼荒 抓咬而受感染 接著母定高雄市採訪報導